近日温州几家超市在清点货物过程中发现肉类有异常损耗 超市店长夏先生立即报了警 经过调查 民警锁定了三名嫌疑人 在几个月内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了 一起来看 民警通过调查 发现失窃的超市经常有这三个嫌疑人出入 三名嫌疑人从肉柜将肉打包后来到了一处不起眼的角落 并有一些可疑的举动 这三名嫌疑人自八月份开始到十月中旬 有多次在这个超市的肉类制品这里收拿这个肉类产品 但是他们在离开超市的时候 并没有对这个肉类产品进行一个支付的行为 通过进一步侦查 十月十九日下午 民警将三名嫌疑人抓获归案 让民警没想到的是 三名嫌疑人竟然是一家三口 来自湖南 邵阳县 在温州务工 据嫌疑人交代 他们将肉打包后会找一个隐蔽的角落 借助货架和同伙掩护将肉藏匿在衣服内 之后再若无其事地带离超市 他们以为小偷小摸的行为没有关系的 抓住了可能就罚个款 把当买了就好了 但是他们其实已经多次盗窃 已经涉及到盗窃罪了 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 多次盗窃是涉嫌犯罪的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起诉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赵雨薇编辑报道